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报道 则是采自然淘汰 另外全台一共有181条中正路也成了目标 但退府会却坚持不拆投上 希望能够保存这样一个纪念性的指标 让我们全体的农民能够凝聚向心 是会特别从教育的这样的意涵 去进行这相关的这些程序 入民跟改正性都是属于地方 之后要去进行的工作 行政院强调改名之说都是空穴来风 就怕转型正义的美意 因为谣言被打指头 三条华当彭仲凯他就好 好 那么昨天呢 特别这个连蔡英文总统都出来了 其实转型正义的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条例是为了和解 那么促转就会把这个所谓中正都改掉吗 那么行政院立刻就出来说 没有这一回事 而且发言人许国勇说 炒作改名其实是制造对立 柯建民党团总统也说 这都被恶意扭曲 可是博文这个条例 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在讨论说 这个就是转型正义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可是怎么会案子过了 反而现在变成是说 刚才就是花钱要改入民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想这个部分 有一些人是过度解读 有一些人是太过紧张 这个其实法律规定的很清楚 这未来会有一个促转委员会 这促转委员会里面 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决议 或决定 而这样的一个决议跟决定 是必须透过委员 这个非常开诚布公 依照过去各项的事实 或者现在的一些状况 做出判断之后 会有这个促转委员会 来做出一些决定 所以你现在 这个促转条例一通过之后 我们应该要很积极去正视说 促转条例通过之后的 那个时代的精神 对于过去那个 受尽威权时代的灵虐 受尽打压的这些 被害者的家属 或他的遗嘱 是多么重要 对于台湾抛开威权体制 甚至我觉得 协助国民党 脱离威权的形象 重生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那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东西 锁定在说 哎呦 我们这第一时间就会什么 要去讲 去中正路 去讲话等等 我觉得这都太狭隘了 我刚刚特别强调 这个条例通过 是对整体台湾是进步的 甚至于对国民党来讲 都是它一个重生的开始 那我觉得面对这样一个条例 不是清算 不是斗争 而是我觉得 我们要正视过去的历史 才能够真正展望新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 促转条例的通过 我觉得我昨天 唯一一个比较失望的 是说我听到国民党的态度 国民党的态度竟然说 这个是违法违宪啊 他们觉得他们要抗议啊 他们要求释宪等等 我觉得如果说 昨天国民党 面对促转条例的这样的一个通过 他的态度是说 啊 面对过去 我们共同来反省 我认为国民党会加分 可是你知道 国民党昨天那种态度 听在过去 保重威权时代 恐吓压迫击凌 甚至丧失生命的这些家族来讲 会觉得是二次伤害 过去在威权时代 被你国民党 用尽各种方式欺负打压 现在只不过希望 能够得到一个真相 获得平反 获得一个 国民党你反省的一个机会 然后来给这个受害人一个平补 结果你国民党的态度竟然认为 这个通过促转 这是不公平 这是违反宪法 这个等于是 过去的加害者的延续 又对现在 在现在又对过去的 过去的被害者 又形成二度伤害 所以我认为昨天 国民党的那个态度 真是不可思议到极点 我必须要讲 去中正化 这个东西不是说 我们要去挑拨谁 或者是要去挑动谁 或者是说 我们要刻意去制造什么矛盾 面对过去威权时代的历史 我觉得台湾如果真的要进步 本来就必须要把过去威权的象征符号 给予一定的时间处理 这样子台湾才能够真正的迈向 民主自由人权 好 我们现场邀请到黄老师 大家如果都还记得 黄老师当初就是那个反克纲 的过程中 所以看到促转条例过关 你应该是会最有感的 那么刚刚博文点到的是 有关于国民党的反应 武敦益说这是侵犯人权要申请视线 但其实我蛮想问的是说 这到底是侵犯了谁的人权啊 不是就是人权被侵害 我们要帮他平反吗 他要视线是他的权利的 任何的中华民国百姓 都有权利申请视线 他有本事找到立委 三分之一以上连署 他可以去申请视线 我觉得申请视线是 武敦益他们国民党的权利 这个我们不予智慧 但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在于南非 全世界转型正义最成功的国家 我们都推崇是南非 南非在1995年的时候 因为他们过去也是种族隔离 然后白色威权 然后后来走过来以后 他们在1995年成立了 所谓的真相暨和解委员会 这个你看 所以这一次的促传条例 其实某种程度上 其实就是有点仿效 当年的南非成立所谓的 真相暨和解委员会 我要跟各位朋友强调的是 你看真相暨和解 重点是在什么 如果你没有真相 又怎么和解 今天我们经过台湾 从威权转型到现在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很烦恼的 就是说有太多的政治档案 流失在各处 其实政府手上掌握的档案 其实并不多 很多在私人的手上 可能在政党的手上 所以我们很多的真相 还有很多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虽然我们有通过一个 228补偿条例 但那只是228 还有更多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家属 他们很多的年轻人 就是这样莫名其妙 一个牵下去 就一枪毙命 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他是他的过去的那些 我们至少要平反人家 所以透过这个条例 至少赋予某种程度上 行政有这个权利 把这些档案给他找回来 然后就像他们第六条讲的 就是说 如果这些受难者 在威权时期 曾经受到这些 不法的这些判决的话 我们应该撤销他过去 对他的刑法 然后给予名誉 或者是精神 金钱上的补差 这才是整个 这个促转条例的精神 那今天我们被国民党扭曲成说 因为你通过促转条例 所以我要改中正路 我要改中正大学 然后我要改铜像 改那个什么钱币 你这起销有 哪有可能啦 你觉得哪个政府会白知道说 现在把所有的这个 我们现在手上的10块5块的硬币 然后都全部都缴回 然后就重新印象 那就是打到第3 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转移这个焦点 那是一个刻意要操作吗 所以这有刻意的所谓选举 或是政治操作在里面吗 不是 因为他们害怕 我觉得国民党这一点 就一直没有办法长大 就是说你 其实你已经没有了政权 你立法权都丢光了 你就应该要重新去反省 去走出来 我们本来想说 有东西站在那儿 他应该有机会可以 好好的带国民党走出一条新生的路 其实我们每个民主国家 都期待有个忠诚的 有力的反对党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 有力忠诚的反对党 其实对民主政治来讲 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其实一般人 我们都希望说 国民党你也能重新走出来 然后认清这个过去 反正你也没党产 什么都没有 你要重新走出来 但是他们今天在转型条例 这些的做法 然后把它扭转成说 只是为了改中正路 改那个什么钱币 我们就让我们心里很难过 就是说国民党 还是没有走出来 你还是没有办法 重新的幻化成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公平竞争的政党 你还是怀念在你过去的那些 所谓的你的党产 你的那些党案里面 好像很怕说 党案被人家看到以后 好像对国民党有什么影响 跟国民党说没差 因为民众已经对你失望 所以就算这些党案里面 因为白色恐怖就是事实 我们今天在意的是这些 当年的受害者 我们要给它平反 那至于你国民党 就把党案交出来 该交出来 该还给国家 就还给国家 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刻 然后一直去模糊焦点 然后去用这种 似是而非的方式 去毙掉你应该 接受历史的 这个真相的给予 好 美美 其实但是我必须说 在这一波这两天 反正过关之后 确实还是被带风向 带得很成功 因为你看 连中正的校友都忧心 说我的母校被消失 然后他说 因为促转通过 有三十几所学校 将会改名 这个其实我必须讲 很容易抖 那大家立刻就害怕成 自己的学校不见了 连我青春回忆都没有了 我必须要讲 我们刚刚上一趴 我们不是在讲说 柯文哲面对违禁的问题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 有能力的 所以他就看法阿扁 转移焦点 国民党在做的 不是同样的事情 这里面反映两种 一种就是 他的心理状态 就像刚刚一中老师所说的 他走不出去 过去能威权 其实国民党 如果能够好好正视的话 我必须要讲 这是帮国民党卸下包袱 国民党要学着 跟台湾人民在一起 跟台湾的历史 一起来成长 而不是缅怀于过去 否则这包袱 永远卸不下来 你也是逆民主潮流而行 但是另外一方面 国民党说 卸不下这些包袱 透过这样的方式 一方面他说 这个呢 是呢 比如说 这个是政治追杀 是东厂 然后呢 又告诉你说什么呢 你看 铜板要改了 对不对 你还要花多少钱 有空无数的 比较大堆 陆民要改两百多条 陆民改 请问一下 你的房子的那个 要不要改 号码要不要改 要 你的身份证 你的户籍要不要改 要 要改 那到时候会不会有很多民怨 非常有可能 是不是 所以他把它操作成一种 恐慌的心理 包括刚刚楚音所讲的 哎呀校民都不见了 我的青春回忆在哪里 他马上转移这个焦点哦 他马上转移掉这个 为什么要来促转的 这个本局 是我们要回顾历史 还原真相 很多事情不能只有受害者 没有加害者 你台湾要重新站起来 你必须追究真相 然后给予受难者补偿 政治档案要解密 我们才可能从过去的伤口里头 来真的是重新愈合 站起来携手 可是国民党走不出过去 要进行政治斗争 所以他用改入民 改同币 这些 那让你觉得说 民进党就只能政治做些什么 不要拼经济 整天在拼政治 有的没的 拼一大堆 那我请问一下 他一方面跳脱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二方面是利用 贷钱一波很漂亮的政治操作 所以在这一点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的回应很及时 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 好小平 确实我们知道在政长轮替 当初大家就讲了嘛 你们都说党产是包袱嘛 那么也不否认说 过去确实是有 白色恐怖最危险起事存在啊 那为什么现在主席又出来说是 侵犯人权呢 那到底这是侵害了谁的人权啊 主席会去视线啊 我讲一个数字啦 到底要几年才能够平反这些 弱势的白色恐怖的这些受难家属 李登辉做了12年 阿扁做了8年 马英九的过程里面 马英九当总统的过程里面 是道歉 流泪 补偿 228都更名哦 还要国民党做什么 到底几年才做得完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而且2007年2月7号的时候 游席坤是主席 十年前他就讲了 他说蒋介石是228的元凶 然后呢 元凶的这个样子 不管是同像 不管是陆明什么 都要进行全面的更改 这是 这个是白白子黑子的东西 十年前的党主席这样讲 怎么不让我们害怕 我继续讲 这是通过的 三读通过的 促进转型正义的条例 第五条 出现于公共建筑或场所 之纪念缅怀威权统治者 之象征 应遇遇除 改民 以及其他方式处理 这 尤其我讲的话 跟通过的法令 那你们再这样讲国民党 你们觉得 你们立委有讲话公道吗 国民党不可以怕一下 而且是不是转移施政的 无能的焦点 从两岸到内政 所以是侵犯了 同像的人权 我已经是最开明的国民党了 可是大家救世论施 我不必像森兰那样 去张牙舞爪去抵抗 是 那我就讲一个时间点 三十年五十年 到底还要做多久 才能够真正 不要拿蒋介石 来作为蒋维拉 来作为民主党的救赎跟救援 好来 我看你们面对历史的态度 我同意小平是国民党里 比较开明的 但是即使小平这么开明 就表示他 他讲这段话 还表示他对转移政 有非常多的误解 刚讲说还有多久 我先讲 今年是解研三十周年 解研的时候通过了 国家安全法 国家安全法里面 是一个恶法 为什么 因为过去所谓 白色恐怖之后 被军事 对军阀审判的人 都无法透过法律的程序 还他平反 还他清白 非常多的政治受难者 在这个被 有人被枪决 然后被没收财产 这些事情 不是一个道歉 就能够解决的 我觉得这是道歉 我不会完全否定过去 马英九曾经有的道歉 但是很多实质的问题 没有解决 罪名的平反 财产的归还 然后这个心灵的抚慰 更重要的转型正义 真正的核心 就是历史的真相 所以第一 最核心是历史真相 第二 最急迫的就是这些 平反 冤狱的平反 为什么 因为时间不等人 这些人会凋零 这些会过去 这些愤怒 这些伤心在累积 所以是在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最核心的部分 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你不去问 就是说这个伤害人权 我觉得这是模糊焦点 明明就是在恢复人权 明明就是在 确立一个人权的事情 被说是伤害人权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不能理解的 那至于 要不要去威权的这些象征 要不要改名 就我的理想 终极理想来讲 这个当然是要改的 但是 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 社会对话的过程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 核心是历史真相 急迫的是平反 那其他事情 要透过长期的对话 或一段时间的对话 最终拿到一个解决 这是我的想法 好来 我要问的是说 我们知道 若芳也算是年轻人 怎么来看 就是说像 这个改名 录名 这些过程当中 确实很容易被理解 所以到底是谁 在制造对立 其实我觉得 他们是 真的不懂 还是假装不懂 因为改录名 或者是改校名 这种 其实不需要等到促进 促转条例通过 它其实就可以 随时都可以更改了 它没有说 非得这个过了之后 它一定才要把它改掉 所以 这是故意的见风杀针 或者是说 它纯心不良 那到底在害怕什么 其实我们真的觉得说 是害怕历史的真相被揭露 那刚刚 小平议员也有讲到说 到底要几年 其实 这个没有说几年 像刚刚南非 我们南非讲 它转型的很久 西班牙 它其实在从共产党开始转 它也非常久 德国也是 它是需要时间的 那大家到底要什么 其实真的 我觉得大家就是 如果真的对转型正义不懂 就去Google Google一下 Google一下 它上面转型正义是什么 是民主国家 对独裁政府实施的 违法和不正义的行为 作为弥补 基本的根本基础在于 还原历史真相 所以不是什么改入名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 刚刚老师也有讲 韦中哥也有讲 这可能是未来走的方向 那但是现在 就对我们小时候来讲 唱国籍歌 然后看到蒋公 要敬礼 其实我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 因为这个人对我们来讲 太遥远 好 那我们的课本里面 也都是念到说 以前蒋中正怎么样 很伟大 然后怎么样 但是对于228事件 对于白色恐怖事件 我们课本上 一丁点都没有提过 顶多带过 但是你真的了解 不了解 那你要怎么了解 自己去买课外书 自己去翻 自己去走 但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 我会觉得说 这是身为台湾人 应该要去了解的 它即便只是 它即便是一个 历史的过去 但是它必须要 让后人都要了解说 前面我们台湾的历史过程 文化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历史真相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是说要道歉几年 不是说要道歉30年 40年流泪多久 它是要给一个受害者 被害者 他们一个弥补 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机会 然后让全台湾的人 每个人都亲这么纯净 没有任何政治操作 大家看到我们的历史的故事 观众自己去讲 好 这到底有没有操作在里面 我们问老师好了 老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 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应太过激烈 不愿意面对真相 但国民党里面 有人是被喝彩叫好的 他是蒋万安 他在根据统计 其实那一天晚上立法院是 有63次的表决 但事实上他只有一次是跟民党站在一起 可是现在他等于是 劳基法也加分了 这个促转条例也加分了 老师怎么看 我想要引用那个乌祥辉老师 拒绝联考的小子 吴祥辉老师对蒋万安的评价 因为大家都在观察蒋万安 对 吴祥辉老师其实给蒋万安一个很高的 就是寄托 就是说他如果要走出所谓的新政治的话 他真的要跟他的国民党 做某种程度的 就是真相 就是要愿意站出来 不是做给人家看 现在大家在怀疑说 蒋万安到底是做出来的 还是他真的愿意去 去挑战过去国民党的这些 可能不应该或是 可历史的包袱 所以我们 但我觉得 我愿意站在人的良性的立场是觉得说 我宁可相信蒋万安委员 他是真的想要跟过去的国民党的历史包袱 做一场切割 但是这一场切割 是不是真的能做到 在未来 比如说他迈向大卫的过程中 国民党的力量 跟他自己的意志 能不能真的可以站出来 我相信选民在看在眼里 如果你没有办法 到时候跟你的国民党的历史包袱 做某种程度的清理的话 那选民还是认为说 你蒋万安还是过去的国民党 我觉得我想要讲一件事 就是说我想要分享一本书 一个南非的前大法官叫奥比萨克斯 曾经写过一本书叫 《断臂上的花朵》 这个大法官是何许人言的 在曼德拉过去在从事种族 那个抗议活动的时候 他是一个白人 他加入了曼德拉的阵营 白人加入他的阵营 然后他是一个人权律师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从事反对运动 当权当然会找他麻烦 奥比萨克斯被一个汽车炸弹 炸 但是没有死 少了一根手臂 还是该死的 后来救回来 所以他少了一根手臂 结果后来经过了 南非不是转型正义了吗 曼德拉成了国家的总统 奥比萨克斯成了首席的大法官 后来他就跟 他后来透过 就是也是慢慢的过程中 他跟那个当初炸他手臂的 那个汽车炸弹的凶手 见了面 那个凶手非常的紧张 现在曼德拉变总统 奥比萨克斯是首席大法官 然后他们要见我 那一个凶手当年也是非常 一个年轻人紧张钥匙 奥比萨克斯见到他以后 伸出他剩下的那一只手 跟他握了手 跟他说年轻人 就这样子 很和解 是 他完全没有要去追溯他 过去说 因为他知道这个年轻人 当年也是受人之托 因为要暗杀他 然后所以年轻人 只是收了钱去做这件事情 他知道 那知道它可是历史的 一个难过的地方 所以他在这个 后来他们掌权以后 他们只是原谅了这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非常的感动 所以为什么说 他的书名叫断臂商的花朵 在那一根断掉的手臂上 开出了一颗和解的花朵 这就是整个转型条例 重点在于 先有了真相 然后我们有了真相以后 不是要清算 你国民党过去怎么样 我们没有要清算的意思 因为历史 如果用永远的仇恨跟清算 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重点是有了真相以后 才能和解 然后大家是不是 真相都出来以后 让这些过去的加害者 跟这些被害者 大家握着手 然后一样 像奥比萨克斯说的 在断臂上 长出一朵花 让我们台湾 可以往下一步迈进 就像蔡总统也说 就是希望有了真相之后 大家一起往前走 但是博文你怎么来看 就是如果说 要找出这个真相的话 那么有蒋家背景 你的蒋万安 在这个63次的投票当中 选择一次 跟民进党站在一起 真的它不一样吗 我觉得63次里面 至少还有一次 我觉得我反而愿意 比较用宽容的心 去看待蒋家的后代 因为这个我觉得 毕竟他愿意在这样的表决 至少一次 可是我觉得 也不要因为这一次 就过度神话了他 我觉得这个必须还是观察 但刚刚小平议员一直在讲 什么时候是推动转型正义 最好的时机 他都执意我们都是政治动机 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就最重要的政见 第二个 请问什么是最好的时机 我认为当下就是 为什么 你说现在不是时机 现在你们政治操作 好那我请问你 等到明年 明年会期通过 又说明年就是因为 为了年底的选举 你们在政治操作 好那不然等到 明年选举过了之后 那更严重 你们为了总统大选 在政治操作 我觉得我国民党 真的不要用这种心态 因为这种心态 只会让被害者 更加受伤害 第二个 我要强调 你知道现在的矛盾 在哪里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 228的元凶 蒋介石 他批一个 就是枪决可也 立刻一个人就上 他派这个军队过来 这个军队大肆的这样子 在台湾就是亲乡亲党 我必须强调 这个东西跟本省外省无关 因为不管本省外省 都受到这样的一个冲击 所以不要去把这个 你以为说 这是本省外省的问题 不是 我觉得这就是要 还原历史真相 好 那我们都知道他是元凶 结果呢 在台北市 又一个中正纪念堂 我请问你 228家属 他内心怎么样 我们今天都不要谈政治 你也不要把我当政治人物 我就把自己同理心 想成是228家属 你每一年中书在那边 什么纪念228 结果就在中书 纪念228的旁边200公尺 就是一个中正纪念堂 你又说他是228元凶 请问这个历史有平凡吗 请问这个有转型正义吗 你又去想过这些 受害者的家属 跟他们遗嘱 他们心里怎么想的吗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小平 如果这样来讲的话 国民党里面 讲完还是算是比较聪明的 他有选择在63次里面 选择一次做表态 也不一定 今天他心里要有思想 他要走 他流了蒋经国的血 他要走蒋经国的路 蒋经国前面也是威权的一部分 那也不能减软市值 只是搞蒋中正 而民调高的蒋经国不敢动 这是另外一个课题 第二个 那国民党里面有一次赞成 就他这次赞成的心理 他是白转千回 我揣测 为什么 就是我大部分还是支持国民党的决议 我都打62次 这次我过 他还知道这次过的话 当然蒋家的过一次 那是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是 赞斯堡的话没人理他 在新闻上 对不对 对 因为赞斯堡 就是他因为 赞斯堡也有同意 对 他会63次都会打赞斯堡 其实你就是因为 是因为蒋经国的孙子 所以才有新闻价值 没错吧 因为扯到你的主妇 那人家偷做成功啊 所以那你要 你要跟 你要跟人民讲 你要跟媒体讲 我为什么以前都打 这次过 那你的心理的心路历程 是什么东西 你要讲的清清楚 就是简单讲 他过与不及都很难 所以他媒体在他身上 这件事 第一个 你都打 你是旧的 那你今天 我不打的话 那你是不是 想那个割断 蒋家的期待 而在国民党 是欠你的票 而会寻求新的票 你听到我的意思 我回到选举 或政治利益来看 他要把这个讲得 清清楚楚 他是洞见观瞻的 可他为什么 以前打 而这次给他过 不打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 因果关系 他心理的因素 要讲出来 我认为才有意思 所以小平 你觉得这心理因素 是要选台北市长吗 我觉得 未必选台北市长 不管是这件事 或是跳到 跳一丽一丑 那个表演 都是想 走出 他国民党以外的 新的路 而得到新的选票 新的支持 他的新 那他要不要 选择个市长 也要看他的支持度 来 伟中 我们怎么来看 蒋万安确实 在这一次的部分当中 他的民调高了 包括你看 连文章上面都说 蒋万安人气窜 让柯P选情告急 很坚定 我想就事论事 如果谈这两件事 一个是促转 一个劳基法 我觉得在 劳基法这个议题上 我比较肯定蒋万安 就是说 因为蒋万安 他当上立委之后 他是比较有持续 在关注劳工议题 先不管这个立场 然后到底对不对 他的体力真的好不好 但是他这个东西 是比较持续性的 那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抗争 就是说 站在他自己的 这个角度上 或至少对一部分 劳工团体来讲 这个东西 他是有起到他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OK 就是他该有的给他 但是转型正义 这个议题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不是没有表态 但是他也的确走了一个 因为他是媒体宠儿 走了一个 坦白讲 比较取巧的方式 就是说 六十几次 他只要表决一次对 表决一次对 大家就觉得好棒棒 但是他没有去看 这个历程 坦白讲 大多数人 台湾人也都很宽容 就是说 他不会去看你 其他六十二次怎么样 就是看一次 觉得这样就很好 但是 我觉得更深刻的东西 还是要问 我觉得很多东西 是具体的 就是说 接下来每一个 平反的案件 每一个关于 威权时代历史真相 的这些讨论 他在每一件事情上 占什么立场 我相信他有 愿意走向开放的心 但是他能不能走到 这一步 有很多的因素 他个人的因素 国民党前置的因素 他支持者反弹的因素 这个都是影响 每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我不会否定 他想要走向 一个开放的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 不管他是真心的 或因为选举 但是 真正重点在于 他有没有那个勇气 走出国民党的包袱 走出深蓝群众的抵抗 我觉得过去的国民党人 为什么走不到 开放内部 其实往往就是 这个党结构 跟圣篮群众的牵纸 这两个最大的关键 所以若芳 他这个63次里面 选择一次 跟民进党站在一起 那么这个会让他的选票 或者是接下来选举 真的支持 政防两边的力道 可以力大于弊吗 其实我觉得 就像刚刚大家有讲说 他唯一那一次 跟民进党站在一起 那我就来先谈说 他的动机用意 到底是什么好了 那你说 他63次的唯一一次 他到底赞成的那一票 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 是在促转条例里面的 第六条 司法 贫富司法不法 那我就会觉得 他身为律师 因为他之前不是在 美国职业吗 身为律师 我会觉得 我就是要 律师的中心 就是我是要帮我的 我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人 去平反他所有的不法 我对我的解读是说 他是律师 他可以做这个 但是我会觉得 这是做一个假的动作 因为他只赞成这条 但是他其他的 促转条例 统统不赞成 就很像说 你前面促转条例 我们促转会要成立 他也反对 什么都反对 那这些都可以平复吗 没办法平复啊 那就像就是警察 我要要求警察 去抓坏人 好 我就赞成你 支持你抓坏人 但是我把你所有的 什么 设备啊 枪啊 统统不给你 把你统统都 没有什么设备 你就空手去抓 那等于是零嘛 根本不可能啊 所以就他唯一这一次 但是就我来讲 我会觉得身为律师 他应该是要支持这条 那但是剩下的 他不支持 我觉得这是一个假动作 好 所以说 这到底是不是假动作 对他来讲 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广告回来 更多讨论 劳基法修正案 在立法院出选过关之后 行政院赖清德 今天在行政院会上面 感谢总统蔡英文 那么呢 我们来听一下记者 专会期的最新连线 社主观观众 劳基法修正案 星期一在一阵吵闹混乱中 送出委员会之后呢 引起了民怨 那么行政院赖清德 今天公开回应了 这个劳基法修正案 还有没有再次修改的可能 来听听 赖清德最新访问 目前的劳基法是源自于工厂法 所以很多人对劳基法充满了期待 但是呢 目前不得不休 因为去年的一粒一粒修通过之后 对劳动市场产生了僵硬的情况 对劳资的合作不利 然后对经济的发展也不利 好 明天要赖清德表示 劳基法是工厂法的修正过后的结果 因此大家对劳基法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赖清德也表示了 第一次修法过后的版本 看起来是不适用的 因此才会来修改这个第二次的版本 释出了四个弹性 但是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再次的修改 赖清德也表示 已经交由劳动部来研议 未来也不排除有再次修改的可能 那么以上这两种状况 把时间尽头交换朋友 好 院长说呢 这个还会有下一波的修法 但是其实有人看了就有点小担心了 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之前做的民调嘛 因为劳基法推出来 修正案推出来之后 赖清德的民调会从55% 已经掉到44.8% 所以我想问黄老师 这一波修法当中 是不是在你周遭的年轻人 确实对于民进党的选票是流失的 那么如果促转加进来 因为毕竟转型正义 也是年轻人希望看到的 一来一回之间 是不是可以帮民进党 补一点年轻的支持度 所以我们都在想说 这个时候通过 急急忙忙通过这个促转条例 是不是就是拿促转条例来补一利一修的伤口 当然民进党不会这样讲 可是我们自己私心推设 就是说你就是拿促转来补一利一修 但一利一修我们要讲公道话 就是说在这个过去 这一年来的过程中 真的听到各行各业 大家都在complain说 这个一利一修让大家的那个 工作的僵固性变得很僵 就是很多朋友 假日加班的时候 他本来是 因为一利七休一嘛 所以他变成他们公司 如果六日的话 都可能办活动的话 礼拜六是加班 礼拜天你知道叫什么吗 因为公司还是需要人来 可是你必须强迫你休假 所以强迫你休假来当义工 拜托个 没有加班 因为你当天是休假 可是你公司还是需要你 你就只能当义工 天底下有这种事情 叫人家来当义工 所以民怨沸腾是一定的 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 明明知道说修这个法 一定会引起部分劳团的抗议 但他还是坚持得修 我想民进党不可能吃饱 他也写民事做 因为等一下这个 这个马峰又不能捅的话 干嘛去捅 就是因为民怨事实 这个是事实 但是我也要跟民进党讲 朋友讲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你真的不应该出现 有太多的租队友 你比如说说人家是 太阳花大崩溃 你说劳团都是录音带 刚才讲谁你们都很清楚 那民众透过这个媒体的过程 看到以后觉得民进党 你那个讲话的过程 怎么跟过去国民党 那种态度是很像 过去国民党 人家跟他讲 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做 国民党那个嘴脸就是说 我就是没你现在要怎么 没你现在要怎么 民党现在情况有点像这样 所以年轻人的那个愤怒 本来可能只有 劳团的一些朋友 比较反对这个修法 可是透过这个媒体的过程中 你那些嘴脸这样出来以后 更多年轻人在网路上 所以我之前看那个民调 现在支持那个 年轻人支持的那个分布 时代力量30% 民进党20% 国民党也没分到就10% 所以这个过程中 让民进党的年轻选票 大量流失 这个是事实 妹妹但是我们来看 其实因为也关注到了这一点 所以政院包括今天 也做了一个平面的广告 就是说改变 是为了最辛苦的你 他特别讲说 想兼差增加的人 其实说劳基法 之前的修正过了之后 其实有六成的人 是想兼差来增加收入 这也解释了说 为什么要改这一波的劳基法 但是这一波改完 还要有下一波 我先讲 这个广告也许讲了一部分的事情 可是我 以我从文学院角度的观点来看 我觉得其实有商榷余地的 那这里面不是也反映了 台湾人很低薪的市值吗 所以才要加班来增加收入 很悲哀啊 拿这个来做广告 要小心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反而是我觉得很奇怪 比如说我们很多事情可以讲 说清楚讲明白的 11个小时一直没有认出条款 现在就是8小时 修了法以后 我反而是11个小时原则 我经过三道严谨的把关 才会有极端状况 才会有8小时 你要讲清楚啊 对不对 又或者说 我们跟各国比较起来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这样子 其实坦白跟各位讲 你比起德国 日本 瑞典 荷兰 我们的保障还更严谨 你相信吗 这是真的 其实都有规定 都可以来看 只是说纸绑我要落实 那我觉得这一方面 其实你可以跟劳工朋友们 跟大众讲得更多一点 所以这个广告 坦白说 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点保留 那个效果 很容易被操作说 你真是扯不食肉米啊 不知道底层的苦 操作风向一带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再来就是说 老实说 我觉得赖院长讲的是 我觉得他是个很老实的人 为什么叫我赶快要修 因为不修不行了 百分之六十几的民调 每一次都说要修 否则企业难以营运 劳工去自己 有些人 我周年庆 你知道我去逛街 我跟那小姐说 还要修了 你是要做什么 那我说 你们现在周年庆 修了罚以后 你们可以多赚一点 不一定 过程你要修夸 说太好了 大家很高兴 你知道 那所以就说 像这种状况 它确实必须赋予弹性 那也确实 有些老公想增加收入 所以必须要修 但是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说 将来可能要通盘的修 大家又怕到 你知道吗 哎呦 没到一条已经修了 再来第三次 你是要赚包兵几次 老实说 根本大计 因为这个是工厂法前身 是以制造业为本的 是 台湾现在是服务业为大宗 你本来就要整个翻修 将来根本知道 是要这样来做 没有错 要更细致来翻修 但是这个时间点讲 因为才刚风火满天 还有中间过程的 这么一些个 很多的这样过程 在这个时间点 这么老实的讲 我说实在话 我觉得一目小心 又会被说 民进党 你到底要 劳民三财 大家买多久 因此老实说 施政的用心认真 是可感的 出发点都是良善的 内容也可以经得起 公平的 也是有保护的 但是我觉得 在推出的节奏点上面 事前的沟通 那中间过程的细致度 乃至于不要有猪队友 还有这个整个的 节奏感等等的 我认为 坦白说 民进党政府 可以在补销地方 还很多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新的消息是说 我们今年2017年代表 自出炉了 是这个忙 忙忙人海的忙 也是很忙的忙 所以博文你怎么来看 现在有没有一种 很无缘 真的也很忙 茫然的忙 我觉得这个 很多人会觉得茫然 就是说有一些法令 如果说它没有 相关的一个方向 然后一些配套没有做好 但是我觉得这次 赖院长 他面对这个事情 他严肃去面对 同时他用行政院的角度 立场去提出修法 我认为这反而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但是当然 短空长度 我必须强调 因为在修法过程中 确实有一些混乱的状况 但是等到这个法真的制定之后 下去执行之后 我相信慢慢的民调会再回升 为什么 其实很多人现在是流于情绪 他如果真正去检视里面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规定条文 他就会知道 并不是外界所形容这样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在外面经常碰到一些朋友 跟我们讲 你看你们民进党 把加工的时数从46个小时 加到54个小时 他只讲这句话 可是他们有讲说 三个月不能够超过138个小时 换句话说 三个月你的这个加班的时数 不能超过138个小时 等于平均每个月还是46个小时 但是他只是讲说 你们把46个小时提升到54个小时 他不知道那个提升是为了 有时候淡忘记的加班 所以这个部分讲清楚 那第二个刚刚美美讲的很好 现阶段所有的轮班都是8小时 不要骗人 包括医护等等都是8小时 我们虽然说有一些朋友说 可是现在的劳基法里面 有规定11个小时 这个11个小时规定在里面 可是没有一个日出条款 所以他永远就躲在乌云下面 根本出不来 这次赖清德赖院长他提的版本 是把8到11个小时 这个部分做一个规范 是把原先的8小时 现在把它扩正到11个小时 正常是必须要11个小时 例外才是8小时 那这里面当然必须 透过劳资协商 等一些把关的措施 所以我想等慢慢的 让这些内容 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之后 其实我相信 这个民调会再回升 那至于你说 如果因为怕民调掉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敢做 那我相信这个政府 反而是不值得期待 我反而是觉得说 对了事情 因为过去为了一例休 不是赖清德被骂 是所有县市首长 部分男女的民意代表 都被骂得很惨 那到底要不要休 当然该休 六七成的民众支持休 现在很多民意 对于这次的修法 会有反弹 民调下降 是觉得 为什么过程搞得那么混乱 其实很多人 还搞不清楚状况 等到这个步伐 真的三读通过 政治实行之后 我相信不出 两个月三个月时间 包括是劳工 包括中小企业组 我相信感受到 那样的一个好处之后 慢慢的民调一定会回温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劳基法修正之后 包括赖清德院长 他也解释了 就是说他的后续善后 他还是提了两个改善的做法 那么他指出这个内容 四大保障 是不会给予改变的 就是但是会给予了四个弹性 但是源自于生产线时代的工厂法 不是完备的 所以说社会也期待 就是后续继续要修 那么以免伤害台湾的经济 但是晚报其实给的是说 因为这个风火四起 菜是难灭火 他的意思是说来 这个伟中 他的意思是说 接下来不论是总统或行政院院长 再出来讲什么 反正伤害已造成了 所以这个劳基法修法 是民进党自食恶果 我先从这个广告来讲 就是说广告就要针对人民的疑惑 他最担心的部分来说明 那我觉得其实即使是劳团 他都其实都在讨论当中都承认 他们不是 就是说弹性是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 所以重点不在弹性 那今天这个广告 他要讲的是弹性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现在需要澄清的 不是弹性 而是说政府应该告诉大家说 就刚刚美美讲的那个三个把关 政府怎么样做到跟落实 我觉得很多劳工 我先不讲劳团 因为劳团我尊敬他 还包括他们自己坚持的立场 这个需要 可是广大劳工其实是在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们的担心 政府能帮他做什么 老板会被欺负他 就是这两大担心 所以他希望是政府告诉他说 如果你给一定的弹性的时候 你怎么在其他部分给我把关 他要是这个事情 所以广告应该全部集中在把关这个东西 我怎么告诉大家说 具体的保证告诉大家说 我能够把把关做好 包括蔡总统昨天说 他负最后的责任或完全的责任 也应该是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这样子的话 能够理性讨论的劳工也好 或年轻也好 大概就会能够稍微心安 或者是至少有个检验的标准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觉得 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而不是再去强调这个 已经大家都知道 要谈性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思维的问题 这个思维恐怕 我讲白了就是说 恐怕还是要落实到 劳动者他现在的心情 其实对我来讲 劳团怎么抗议 真的是另外的一件事情 大家要考虑的是整个广大的这个部分 小平怎么来看 其实就只见秋毫不见雨昕 只看到了阿里山的五千年的神木 没有看到阿里山整片的森林 刚刚妹妹讲得很清楚 是民国十七年的工厂坊 你今天连美国商会都要 希望你分蓝领白领 应该再加一个 这一次你不能用八十字一条 我细节都不谈了 什么间隔的我都不谈了 八十字一条而涵盖了 所有的九百万劳工 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你要弄成三个篇章 一叫白领 二叫蓝领 三叫高级白领 用高级西优 那个间隔什么都可以更严苛 因为你赚那么多钱 他也想做那个事 对 必要 你根本都没做 你脊椎骨弄骨歪掉 你去调整其他骨头有什么用 这是关键的 第一个大概念 那今天意思是说 整个釜底抽薪回到正轨 我照我这样讲的 然后已经没有时间做了 因为刚刚大家好多位来宾谈了说 再修都大家都吓坏 每每也讲了 那表示没有时间修了 那你明年就要选2018 又要选2020 那什么时候修 是2020不管哪一个政党当选 2021修吗 因为还有 可是又碰到那个六都的选举 我们选举是一直 一直反反 每两年来一次 没有什么 所以干脆这次忍痛 一次把它修完 其实这次的修法 是让民进党处境变得比较不艰难 因为知道林权的版本是全款 也别闹了 我跟你讲到2018 所以小平你的立场上是看好他 我是比较中立的 从冷静的角度看 这个修法当然有很多瑕疵 可是不修了他的政权都会丢掉2018 短空长多了 是 那可是并不是说你这样修了以后处境比较好 就不动了 那应该回到两个东西 就是三个事情 一个我刚才谈了很多 你的篇章三篇要出来 各种劳动服务的形态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你多放两天假 你现在还是工作第五第六的那个 就是工时很高 你多放两天假 你就损失1300亿台币GDP 600亿一年2.2兆 那台湾总共是应该有17兆18兆 那你损失几百亿 是不是对于劳工的补偿的心理好一点 第三 那租队友要惩罚 那租队友都没事 乱讲话 那你就默认这个租队友讲的话 租行为嘛 那今天有出动党纪 那人民的观感是绝对不同的 中间选民 是民党自己去想 好 那么对于今年的最新的数字 就是年部代表之错是 茫茫人海的茫之外 第二名跟第三名是 劳工的劳跟忧虑的忧 这代表了什么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来看一个最新讯息 中国的军机清门踏户 而且我们有实际 我们的国军升空 来拦截的画面 带你来了解 我们的军机清门踏户 阿飛機,我是中國人民解放機 現在正在日常會 又保持安全距離 阿飛機,我是中國人民解放機 現在正在日常會 又保持安全距離 不過我們看到 過去我們聽到的都只是 國防部所釋出來的訊息 但現在是直接有影片 整個清門踏糊到我們的航空識別機 而且中共是說 我只是在我的正常飛行的狀態 它怎麼叫正常 我覺得中國這是一個非常挑釁的行為 但是我認為 國防部面對這樣的資訊 我覺得公開讓所有的民眾很清清楚楚 知道說我們的國軍 對於敵軍來這邊清門踏糊 我們第一時間掌握非常精確的 非常準確的資訊 同時我們迅速 立刻加以反映 所以我想這個反而是提升我們 對國防的信心 那我覺得中國對我們的文攻武嚇 無所不用其極 所以任何時刻只要能夠對台灣有任何挑釁 他絕對不會放過 可是我覺得我們自己 我們的民心 我覺得我們的國防要更加的有信心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資訊公開絕對是一個好事 但是也不要因為這樣子感覺 這個好像中國的文攻武嚇 就時時刻刻會籠罩在台灣 然後會造成對我們的任何影響 我覺得反而我們對自己要更加有信心 來 若芳 沒有 我覺得這樣子 不要說趁美國跟朝鮮之間有一些衝突 他就趁機想要靠近我們 其實因為大家都不了解 都會覺得說以前都是釋放假消息 但是要讓人家知道說 我們真的是受到面臨這樣子的威脅 大家應該要團結一致對外 而不是一直在對內 好 先感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